你知道为什么大熊猫能当国宝吗? 比它稀有的物种有的事,比如猪黄和藏羚羊等,比它有寓意的也有的事,比如草原狼和东北虎之类的,大熊猫为什么能当国宝? 而它们不行,因为相比龙马精神,狼性文化,熊猫本身更加偏向于儒家的中庸思想,大熊猫表面上看它憨厚老实,总是一副憨憨的样子。 但你要知道,熊猫它是一只熊不是猫啊,它可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,在自然界中几乎是没有任何天敌,从战斗力来看,一只成年熊猫能同时单挑两只成年滑南虎,从咬合力来看,和马见了都摇头,实在是干不过,石铁兽的外号真不是白叫的,在300公斤的体重下还可以以60码的速度狂奔,这货还能上手能游泳,说它是超一流的杀手都不足为奇,因为它有这个实力,就是这样一只猛兽却有着与世无争的佛系性格。 在自然界中绝无仅有的一种另类,幼稚的像个毛绒玩具,任谁都想上千摸一摸,看上去蠢萌蠢萌的,只有在捕猎和受到威胁时的时候才真正展现自己的身手。 多少国家挤脑袋洞也想向我们租借一只大熊猫,荷兰换了三任首相,经历16年的连续申请才租到两只大熊猫,南非更是换了五任总统,坚持不懈向中国申请了20年,都没能租到日夜思念的大熊猫,而租借一只熊猫需要每年支付690万的租金,而且是两年起租,租期为10年。 光是大熊猫出租生意,每年已经创下34亿的GDP了,真应了那句话,我卖萌我辛苦,我为祖国赚航母。